好 玩具TV第33季第一集 我们这个组合好像是第一次 是的 你有没有介绍自己 我和魔术师超荣 你怎么介绍了 没有啊 我是玩具TV的Wiki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介绍 你就是魔术大师超荣 我们两个组合真的比较少 而我们今次介绍这个玩具 为什么我们两个呢 玩新玩具 是的 新组合就玩新玩具 没错 我们今次一次介绍这四个闪灵令令合 是什么家科来的呢 就是深保职目 深保职目大家可能未必听过 但是藏道你一定听过 四圣兽那堆合金 今次就是深保职目乘以藏道 出了以藏道的角色 那些合金为藏本就变成职目人 这个组合又多个人 今次一次出了四个角色 但是当然暂时最出名的四圣兽 暂时出了两个 如果好迈的话 下一弹就应该见到另外两个圣兽 以及深保职目同一时期 他亦有跟MOSO 出了另外四个角色 就是胡中骑士那几个 骨架完全一样 是那些格不同 我们可以看看盒子 很漂亮 闪亮亮 我真的透过一张闪卡 就是这样 我觉得外盒是相当不错 挺吸引人的 后面也很简单 拍摄实物公仔 设计图 我们立即看那些产品 不如我们逐个逐个来 这边这个 可能近一点 逐个逐个来 这个最尾 这个就是组影 组影 是一个比较重夹的武士 今次这个深保职目的卖点是 它里面有骨架 骨架是四个共通的 其实你连上MOSU的四个 等于八个都共通的 同一个身体 但是就是穿些盔甲上去 好吗 你现在看过去 我觉得我玩完之后 很奥妙 看齿就不是很实正 但是你合完那些甲之后 有多实正 它标榜着是高可动 看齿是扭蛋的 我们暂时看外形 转头只是玩一只可动 因为大同小异 这个就是组影 就是一个好像 日本规格武士 古代武士风的模型 接着第二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怎样读 好像叫做封名 这个封字加尖字 我真的不知道读这个字 一个封加尖符的尖 有没有师兄识呢 就请指教一下我 他就是一个叫做尖笼 尖笼 然后就是一个忍者 看到吗 一个轻装双刀的忍者 而且后面这个 原来是魔鬼鱼 因为那个盒金就是这个魔鬼鱼的背部 可以拆得出来的 可以拆得出来的 我们好像曾经爆过魔鬼鱼 可能是这个 如果是那个盒金 可以这样站上去 可以好像绿魔的飞碟 这个是忍者系列 拿着一把双刀的 我们暂时就先看外形 但是你看到这些是全部 是素组的 你买回来 就这样只拍 就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是模型 和叫積木 積木模型 要自己砌的 即是没有贴纸 没有贴纸 评释是这样或者是什么 完全一张贴纸 完全是无贴纸 那我们的传言隽就稍微 稍微使用 稍微信息 信息少少 就比较少分析 好 我们准备了 这两个我觉得算是 算是 不错 配角 好不好 我们的主角 当然是四圣兽 登登登登 这个青龙先 这个分析就好很多 正然看到背部很 华丽 也不错 还有这些总有可以动 哦 合金也很華麗 盡量將它Q版積木化 得出來的效果很美 主角是霸氣的 只是一些工具 你自己看同一個價錢買哪一隻 兩隻都買 最好就是兩隻都買 就是人仔49港幣59港幣59一個 全部四個是同價的 剛才這三隻都是完全沒有加工的 其實都可以的 至少有四五個顏色 有深綠 淺綠 紅 白 黃 這裏面是預圖裝 已經上色給你了 好了 看完最後這裏 就是主角 為何這裏有這麼多顏色 這裏是白虎的主角 這裏是我自己上了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模型 仔細度是很高的 我相信顏色除了白色 你有噴過之外 藍色 全部 本身沒有 藍色 六色 其實沒有 其實本來整隻都是一個白 藍 金 三個色 那這些細節位置自己上了 那本身設定是有些藍色 是的 因為它有合金的 我跟著合金的程度來畫它 Ricky監修 我去上色的 就是這樣 我只想給大家看看 原來這些模型 如果你有心機去做 你去游其實是很漂亮的 好了 我們只是輕輕說一隻可洞就應該差不多 因為其實這隻刀是差不多的 我們就好了 先說一說這個 因為它的標榜是高可洞 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這樣 可以貼死它嗎 有些位置可以貼死的 可以這樣 接著 這些就領領 左右 水平 然後 上半身 上空 左右 左右 然後 腳 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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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你玩開的模型那種感覺 如果大家有買開的合金 而你亦是藏道的粉絲 我覺得這四隻可以當作一個BB戰士版的 BB戰士版的 食玩版的小模型 去襯托你的合金 要全四隻 那就是59元 我看到在珍品 或者有些模型譜 都可以購買的 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去看 好 我們就介紹到這裏 我們稍後也會介紹壯道的合金系列 好 上次見 Toyce TVをご覧の皆さん Kanichiwa シダネネ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Special Ambassador に就任できて 非常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 Arena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 ぜひ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